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又到了兄弟员加尔系的课程时间 这是我们第29讲 《循环已去》的作业的第四题 我们一起来讲解一下 那么第四题里面是用一个这个星号 打印一个等腰三角形 等腰是吧 前面我们给大家讲这个例子的时候 应该是给大家讲过这个直角 直角三角形 对吧 现在是要等腰三角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如何来实现 好 我们打开这个作业的这个Homework4 这个加文件 打开 好 这个等腰三角形呢 我这里提前先把它这个画了一下 是吧 这样一个结构啊 这样一个结构 这样一个结构 我们从我们从个图形里面呢 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吧 好吧 如何去打印这个图形 前面呢肯定是有空格是吧 前面我们打印的直角三角形也是在 在右边是直角对吧 前面也会涉及到这个空格是吧 空格我们按照相同的原理 按照相同的原理我们需要有 最外面的这个循环来控制什么呀 控制行 控制行数 总共一次要有多少行啊 一二三四五五行 对吧 总共我们控制五行 所以呢 我们在这儿呢 我们应该用一个循环 Int i 等于零吧 小于五 五 是吧 i 再加 ok 那这个循环呢 我们就可以控制这个 打印五行了 是吧 一共打印五行了 然后里边我们需要控制怎么样 这个打印这个 控格 控格跟或者打印这个星啊 对吧 分两步来打的吧 两步来打 ok 所以我们里面呢 应该要嵌套两个循环 是吧 这是整个就是我们的控制这个 行数 啊 外门外外星循环啊 控制行数 而里边呢 我们是来控制这个 呃 首先我们先打印控格吧 对 控格我们看一下这个 它的特点是什么呀 前面是有 呃 第一个星的前面应该有 四个控格 四个控格 对吧 因为这个星对下来 这边有四个星啊 也就是它对应有四个控格 四三二一零 对吧 四三二一零 四三二一零 这样倒过来对吧 ok 那我们如果是用 J来表示的话 它应该等于 I 应该等于多少 应该等于 I 应该等于 I 是什么 因为第一 呃 一行应该打印四个控格 是吧 四个控格 那我们这个 J呢小于几啊 是四最大是四是吧 然后呢 J加加 J加加 ok 如果是 J等于I的情况下 那么I等于0 是不是J等于0啊 J等于0了 然后循环44 看好是吧 ok 我们输出一个什么 空格 空格 是吧 输出一个空格就可以了 如果J等于1 那么J还小于4 就输出三个 对吧 这个J等于2 那就是两两个 是吧 以此得推 是吧 这是输出这个是 打印这个 怎么样 每行的空 每行的 每行的这个空格 是吧 空格 打印每行的空格 ok 那么空格打印完了以后 下面就是要在这一行里面 我们要打印什么 星了 对吧 这个星大家看一下有没有特点 前面我们打印的直角像的形式 12345 对吧 现在打印的是呢 13579 对吧 这样的方式来去输出的 好 那我们刚好就是 13579 它们中间是差几个数 差两个 差两个数是吧 差两个数 我们看一下 J等于几 等于0 等于0 对吧 J小于几 我们这里 我们可以用来小于这个 小于等于I乘以 如果是I乘以2的话 刚好是I是如果是0的话 这就小于等于0 就输出一个 一个 是吧 是不是输出一个 我们来套一下 如果I等于1的话 那么1乘2等于2 2 那么0到1 2 0到2 刚好三个是吧 012嘛 对对对 如果是I等于3的话 那么就6 对吧 6就是多少 0到6就是刚好就7个 对吧 1 3 5 7 刚好吧 刚好啊就可以了 当然还有其他实践方式 你可以用减的方式 对吧 对 减的方式也可以来实现 好 我们就输出一个怎么样 星 星 输出一个星 就可以了 输出一个星 OK 这个星输出完了 是不是这两个循环打印完了 是不是算一行打印完了 对一行打印完了 我们需要怎么样 换行 换行是吧 我们需要换一行 OK 还有N就可以了 对吧 好这个呢 就我们打一个空行 那这样的话就把这个空行给输出出来了 OK 好 我们这个整个就完成了 嗯 O了 编译一下 Counter 这是我们想要输出的这个信号 对吧 非常完美 非常完美啊 你可以打印出其他的 或者说其他方式来打印 或者打印更多 对 都可以啊 连数据自己去增加减少都可以了 是吧 好 好 这是我们这个 呃作业的一个 呃 讲解 好 我们回到这个PPT 好 我们通过这个四个作业啊 我们就给大家这个主要是训练一下大家这个对循环的这个使用 通过这个例子呢 还去掌握 OK 好吧 好 这是我们这个循环的一个作业的讲解 我们先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威哥在手 天下我有 下期再见